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 热带风暴飞燕现在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 时速大约12公里 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天文台预料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 会有狂风大骤雨 矮曼市区不时下雨 风势逐渐增强 热带风暴飞燕正接近管港 由于飞燕和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值 产生共同效应 部分地区沿岸风力较大 包括岸平和赤柱等 鹿德烈风或强风 按照现时移动的路径 其实飞燕将会天气日间时 才是接近本港 并且要等到明晚左右 才在海南岛附近登陆 即是说香港仍然有一段时间 受到飞燕的影响 我们预料未来一段时间 都会有一些狂风大骤雨 所以希望大家的市民出街时 都要留意天气情况 天文台预计星期五 仍然有狂风雷暴和大骤雨 要到下个星期初才会漸断天晴 无线电视记者南海仍布导 大骤雨